节目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希伯来书的十章第五节 一直到第十节 题目是 神所喜悦的祭 希伯来书十章第五节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凡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我说 神啊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 祭物和礼物 凡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这都是按着律法献 后又说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祂是除去在先的 为要立在后的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祂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在前一篇中 我们提到了 神不喜悦人的献祭 尽管这些献祭 与礼物是神所规定的 那是因为祭物不够洁净吗 有可能的 但那不是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当人 每次献祭时 就代表人又犯罪了 或者又有什么图谋 只有祭生 为这些原因被杀死 因此神不愿意看到人献祭 既然神不喜悦人的献祭 那么基督为我们赎罪时 是如何献祭的 我们看到这里第五节写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我在初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感觉到身上起了鸡皮疙瘩 因为我那时的理解是 耶稣用自己的身体向神献祭 但是真的是用肉体来被杀 来献祭吗 其实并不是 我们可以看看诗篇 四十篇当中所写的原话 是这样写的 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 这句话其实并不是说 耳朵原来被堵 而现在清通了 而是要回去看生命纪十五章 十二节开始的那一段经文 那是讲一个被卖的仆人 在喜年来到的时候 可以自由离去 但是如果那个仆人觉得 留在这家很好 不愿离去 第十七节就说 你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 在门上刺透 他便永远为你的奴仆了 这就是诗篇四十篇所说的 将耳朵开通 如果说是希伯来书所写的 你曾给我预备身体 是和耳朵开通 是同样的意义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如同保罗所说的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基督感谢神 曾给他预备身体 这也就是说 这个身体现在是没有的了 但是当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身体 作为给神的活祭 也就是说 凡是侍奉神 做神所喜悦的事 侍奉神 并成为圣洁的活祭 当然这就是基督在地上时 所献的祭 并且如同耳朵被开通的仆人那样 是永远为仆人的 这就是说 基督的顺服乃是永远顺服 事实上若不是永远的顺服 也就是说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就可能会变成不顺服 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你会雇用一个偶尔会开小差的警卫 来看守重要的金库吗 恐怕不会 也就是说 这个警卫其实没有什么价值 如果妻子对丈夫的忠诚 不是百分之百 而只有百分之九十九 那这个百分之九十九的忠诚 还有价值吗 神其实是富有天下的 他根本不需要什么祭物 他所想要的就是 他所造出的人能够忠诚顺服于他 使他的旨意能够完全成全 基督的顺服是永远的 即使是要他流血以至于死 他也是欣然顺服的 我们可以从他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 便可以得知 他即使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也是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来行 这样所献上的记忆 真的是神所喜悦的 既然是永远的顺服 那么当然只要献上一次 便足够到永远 第十节处又再强调一次 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然后凭着这一次的顺服 神的旨意的献祭 我们便得以成圣 这样看来 仅献一次的祭 要比常常都需要献的祭 还要更好 我们在下一篇中再回来讨论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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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